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35岁以前的脸是父母决定的 但35岁以后的脸应是自己决定的 一个人要为自己35岁以后的长相负责 现实生活中 人到中年后 就显现出受性格和品格影响所致的面貌 宽厚的人多半一脸浮相 性情柔顺的人面相柔和善美 性情粗暴的人总是一脸凶相 心胸狭隘的人大多尖嘴猴腮 双眉紧簇 有人显得特别的年轻秀美 此类人一定单纯善良 这是长期的心与行为的修为在脸上的投影 因而相貌也预示着该人未来的命运 幼年青年时期相貌特征与父母的遗传因素有关 人的下半生更多地活在前半生的影响之下 所以说人年过四十要为自己的长相负责 有慈悲心 有爱心的人 往往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光芒 让人越看越顺眼并喜欢与其接触 有亲和力或所谓的老少通吃 而自私 狡猾计较的人相貌往往很不耐看 即使侥幸生地交好容貌 稍多接触也会毫无吸引力 相貌是能逐步改变的 尤其是美好的相貌 是会由内而外散发出特有魅力的 任何福报都有其必然的成因 美丽的容颜来自柔和善良的性情 三十五岁以后 内心决定着你的相貌 所以有一句话说 从一个人的脸上 就能看出他的富贵贫贱 古时候还有一句谚语说 有心无相 相逐心生 有相无心 相随心灭 这句话说明 一个人的相貌是会随着他的心念上恶而改变的 纵使他现在已经有了凶恶的面相 可是他却经常起慈悲心 那凶相不久便会转化为极相 反过来说 纵使他现在满脸浮相 如果他不知行善积德 经常起贪爱和憎恨的念头 那浮相便会逐渐消失 所以心是面相的枢纽 看相不如看心 改相就要修心 有几个改相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有人说 微笑是张开在脸上最美的一朵花 所谓拳头不打笑脸人 微笑的表情总是楚楚动人 令人愉悦 使人感觉亲切 最主要的是 微笑不仅给人的外在美感 还在于微笑的表情所传递的信息 是一种宜人和美好的感情 微笑总是给人带来欢乐和幸福 带来精神上的满足 常把笑意带在脸上 把善意传达给所有人 完全不用任何成本 却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这可是最方便又有效的美容妙方 二 多赞美 好话谁都爱听 而且不仅仅是人 佛在《棱岩经》上早已说过 宇宙万物皆能闻觉知 而科学家从对水的实验中就发现 水的结晶是如何随着外在的声音 而改变它的形状 江本圣博士 依据水会受物体震动而起变化的原理 进行试验 当他播放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名曲时 在显微镜下 他看到水的结晶 随着优美的旋律 不断产生美妙的变化 对水说好听的言语 水结晶成漂亮的图案 对水恶言恶语时 水结晶混乱无章 这个震撼人心的结果 也反映了人的精神对物质的影响 我们还进一步看到 善念能够让物质变得美好 而恶念则令物质变得丑陋 看看这些图片 做父母的可能就会明白 若是自己对孩子多些鼓励与赞美 孩子会更加聪明漂亮 对别人多赞美 口出善言美语 自己听得多了 也自然更加美丽 多忍辱少生气的人 脸色自然好看 佛说《罪福报应经》记载 为人丑陋喜称愤顾 说明长得丑陋的人 是由于前世喜欢生气怨恨之故 为人端正颜色洁白 灰容定衣 手体柔软 口气相结 人见滋容 无不欢喜 视之无厌 从忍辱中来 说明长得端正白净 容光焕发 伸手柔软 人见忍爱 令人观看不厌的人 是修忍辱的结果 四 一佛 观想佛 佛说大圣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中 今日世尊色身诸根 月欲清净 光颜微微 宝煞庄严 从新以来 所未曾见 世尊那日 因为一佛念佛 受到阿弥陀佛神力的加持 使他当日的相貌 特别好看 庄严 当他念 阿弥陀佛的时候 十方 一切诸佛 跟释迦牟尼佛 融合成一体 释迦牟尼佛当下 就变成一切诸佛 佛相貌之庄严 可想而知 即使连最庄严的佛陀 在念佛 都会得到诸佛加持 而面目变得更为庄严 若是我们 诚心 意佛 观想佛 我们的面目 怎么会不变美好呢 许多经典都告诉我们 佛的相是最好的相 我们念佛 心里有佛 相貌不知不觉 就变成佛相 我们要想相貌好 就多念佛 念佛 观想佛 身心就会逐渐变成佛的样子 释迦牟尼佛 想阿弥陀佛的时候 相貌就变成了阿弥陀佛的样子 显示 无比殊胜庄严 五 感恩 懂得感恩的人最美 感恩自己所获得的一切 感恩一花一草 一人一物 对所有一切 偿还一颗感恩的心 内心就时时绽放 朵朵迷人的花儿 满心芬芳的人 怎么会不洋溢着 如花一般的美丽呢 六 多于佛前献花 佛说罪福报应经 记载 为人丑黑 遮佛前光明固 长得又丑又黑的缘故 是由于把佛前的光明遮住的缘故 由此可知 如果常献花于佛前 庄严佛像 必得好相 从脸上看出富贵贫贱 心念的力量 一个人的外貌 与他的内心思想密不可分 相由心生 外貌多数是内心思想的外在显现 一个人起称恨心 那他肯定面目可赠 叫人厌恶 若一个人起慈悲心 柔软心 他的外貌肯定和善 叫人心生欢喜 有位西方的心理学家说 你的心态是什么样子 你的生活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的命运就会成为什么样子 希望成为美丽的人 用美丽的心念来看待世间 你不但发现一切变得美丽 连自己的外在 也会越来越讨人欢心 7.多接近心灵美人 正所谓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多接近美人 自然也会受到 他们的美丽哲学的影响 自己迟早都会变成同道中人 美人不单单只是指 拥有美丽的外表而已 而更重要的是指 心灵美丽的人 常与美人接触 无形中也让自己的心灵 多接触一份美丽 自然美意由心生 感谢您的观看 愿您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对新的家具 您的家具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小叔